啊 啊 啊 刚刚呢也回来工厂这边了 就是跟他说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 啊 就从他交代的事情我忙忙了之后呢 我就很少来工厂了 啊 就是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朋友嘛 理发的 啊 他是16岁就学了这个行业 然后呢 到现在自己开店了嘛 就是讲头发的那种 啊 他这个生意的话也还算可以 反正就是属于 也因 反正就是属于一门技巧来的 嗯 可以赚钱嘛 现在一说简单一点就是 本身像这个社会竞争就很大 如果你不想平平凡凡的过这一生的话 你就要去追求自己的一些事情 去打拼去努力去奋斗 然后想对一条路啊 坚持的上去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今天就是回来跟他说 我决定要去剪头发了嘛 因为工厂这个行业一些事情我真的不太想了解了 我觉得好累啊 跑来跑去 然后呢跟一些客户说话呢 又客客气气的说 我觉得很不实在 因为不太想接触这个行业了 反正现在工厂这个环境的话也还行 也不是特别困难 我觉得总的来说的话还过得去吧 所以呢我这个年纪的话也比较年轻 我就想去追求自己的一些事情嘛 然后我稀考了很久 我觉得理发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的 不过现在理发这个行业门店也很多 但是的话你技术好啊到位啊什么的 一定会有回头课的嘛 这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呢我跟那个朋友也实验是很久了 关系啊也挺好的也聊点来 嗯也思考了许久 嗯然后就决定是真的要去学理发这个行业了 可能学的话要一两年才会有结果 但是的话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 过程中有累啊有开心啊什么的 这些先不说 但是就要坚持到底 那那样才是最终的成果 反正我觉得的话我应该还是可以了吧 我就是想找对随机的一条路线啊 然后呢一路走下去发展下去 工厂这个行业我的确是不太想理解了 我觉得这个工厂的行业不太吸引我 可能我对这个工厂一些东西也不太想了解太多 但是我稀考了很久 我觉得这里的工厂呢还过意的去 嗯就是啊也还行吧感觉 嗯而且呢我现在还很年轻 我需要去打造嗯一条随机的路线嘛啊 我不可能平平平平平的 实实在在的一起在工厂这里干活啊什么的 因为这有点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嗯简单的来说的话 就是想去追求自己的事情 啊虽然说我知道过程中没有那么的快 但是的话要坚持啊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事上无难事举办有心人 这次成语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的幸运我现在这个状态啊 反正今晚就是回来跟他说了一声 以后的话我就很少来工厂这边了 我就去追求自己的事情去学习 因为学习的话总不能老是东跑西跑吧 这是不可能的 我要用心的去学理发这个行业 然后我那个朋友的话嗯也很聊的来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贤惠的吧哦 因为关系到位然后呢也聊得来 嗯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工厂的话以后就是的确很少来了啊 如果实在写不会的话到时候我还可以掉头回来嘛 但是现在还年轻嗯我才二十开头 我属于嗯去追求自己的一些事情 赢这一生就是要创造机会出来 不可能有一步登天了 一步登天的事情的话就算是个富二代 也不可能一步登天也和也可能把那些杂产全部败光了 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啊 所以呢 沿着一生还是仅能靠近几个人去创造去打拼随即的事情 啊只要坚持一定会有成果的 只是那个成果嗯没有你想象那么理想 但是的话只要付出啊都会有结果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就是回来跟他说一声以后就不在工厂这边了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因为我的确还挺年轻的 我是属于去达到自己的事情追求 嗯 话又说回来如果实在写不会什么什么的嘛啊 我就再回来嘛也不迟啊 反正我觉得像我这样去去闯淡一个东西的话 反正学会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啊怎么说呢就是 加倍的努力嘛去学习去创造机会出来 人这一生就是要拼搏啊现在也慢慢的理解了很多事情 人这一生他必须要找对自己的路线 然后呢有热爱心有责验心有上进心那条路才会打造的出来啊 所以我就思考了很久你放这个行业嗯我应该要去尝试一下啊实在不行也不能说吧 总要对自己有信心嘛啊做什么事情都要对自己有信心那样才是最好的啊 好啊